我剛才說 楊潔篪16分鐘 我看了前半段 基本上我相信 你看的任何共產黨大會 那前半段 都是一模一樣的複製黏貼 他有份稿的 看著他 你也有耐性去聽 我就沒有耐性去聽了 我剛剛看到我有一個小夥伴 他把那些對話 他的訊息就有了 我就看了 但是我繼續掃了很多東西 我一開始是掃 看了多長 我掃了三四個東西 我也是沒有耐性去看的 接著我就跳著來看 我就發現基本上都是廢話居多 就基本上都是廢話 或者這麼說 他前面可以說是廢話 就是共產黨那些東西 就贊自己的 我們取得什麼成就 抗疫很成功 不知道什麼貧窮全面勝利 然後什麼什麼什麼 但後面就是去屌尾那個腦袋了 前面才贊自己 後面就去屌尾他 中國不可分國一部份那些 台灣 香港 那個就表明他那個是立場的 所以就說 習近平跟著美國後面 什麼民主制度好像有問題那些 他屌尾美國的人權 屌尾美國的民主 說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民主 我覺得呢 我的觀點就是你不要用你的腦袋攻擊人家的強項 你應該用你的強項去攻擊人家的腦袋 你知不知道這個其實是習總 雖然你沒有讀習思想 這個習思想的核心價值就是 那個四個自信 還有多少個自信 叫做道路自信 就是說你自己走的路 你不要質疑自己 雖然你不要想 這個是不是我的藥行 不是 這個是你的強項來的 不要質疑自己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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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自信嘛 自己不相信 人家怎麼相信呢 是不是 不是 他要有子路 如果說這件事情 我就要補充一下 自信是建立在什麼基礎上的呢 自信是要建立在自知的基礎上的 你要自知才會有自信的嘛 如果你在沒有自知的情況前提下 你去自信 那個其實就不是叫自信的 說得好聽點叫做自大 說得不好聽點就是叫做狠狗 是不是 你不要這樣 就是我不明白 其實有時候我慢慢都開始理解 共產黨的輔助 是不是 現在全世界都在講民主 但是你個人呢 你又不相信 你又不想走 但是你又不可以說我反對民主 你又不可以這樣說 你不要這麼快打斷我 你不要這麼快打斷我 民民的支持 美國的政府是沒有人民的支持 因為大家都在講 所以 你到底其實 我是不相信這件事情 但是每個人都要講 我再不講好像不合愧 我都在講民主 不過我講民主 就不是你們所講的democracy的翻譯 我講的是人民自主 是不是 以人民為中心 我那時候我還沒看過拔道解釋之前 我還以為是人民當家作主 我還以為是夠 你說什麼 以民為主 是的 沒錯 我講的民主其實是以民為主 但是你為什麼四個字的英文是不能翻譯的 那就用你的democracy了 是的 我們應該是說 從主要我們就不講democracy了 這些西方的屌子 我們叫民主 我們自己弄了字出來 就像關屍一樣 是的 我這件事就不是笑他 我覺得你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歷史淵源 你有不同的政治選擇 其實制度選擇沒有問題 其實目標都是一個 就是我們之前一直說的 包括蔡英文都說的 其實就是大家對人民好 你喜歡叫什麼名字都無所謂 你做得到就行了 但是你為什麼要叫人家沒有民主 人家民主有問題呢 人家民主有問題 人家就不會踢夠了download Trump下去 換了一個Joe Biden下來 這個其實就是正正證明 人家民主是有這個修正功能的 是的 它的修正功能有多大呢 我們就不會評價它了 我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但是你至少可以看到就是 當我不喜歡一件事的時候 我覺得我的代理人有問題的時候 因為其實中國和西方發達國家 民主發達國家的最大的區別就是 政府是我的代理人 中國你不是代理人 是吧 你是叫做 是吧 應該怎麼形容 中國以前 就是你做得最好可能就是你有士大夫精神 這個可能你可以做得最好的了 是吧 但是你和代理人是兩碼事 人家出問題的話是什麼叫出問題 就是我沒有辦法選出我一個好的代理人 就是我沒有辦法換了我的代理人 這個就是你可以調整我的民主制度出了問題 這個指責呢 你其實應該在老大哥身上 或者 我可以選擇嗎? 他才告訴你 我們的民主制度還是活動的 對不對? 你這樣屌我 你是不是真的自己跳到陷阱上 然後第二 你屌別人黑人做什麼呢? 你為什麼覺得別人虐待黑人 還有打黑人 他說不是啊 他說原來是殺黑人 屌殺黑人 小李老美已經不是虐待了 是說他以前的 他說他美國建國歷史 哦哦哦哦 不是啊 美國好像沒有屌殺過黑人 美國是屌殺人 屌殺人 是 美國要抓他做奴隸屌殺 為什麼是屌殺人 是啊 我印象中 美國一直是只是屌殺人 屌殺人 是沒有屌殺過黑人的 不是 你要少人家屌殺的多久是沒有問題的 我相信全世界歷史書都有寫的 他走不掉的 但是你不可以說他殺黑人 你都不可以屌殺 除非你沒有屌殺過 共產黨沒有屌殺過 你可以屌殺了 是啊 你沒有屌殺你自己的 沒錯 我也是在這個觀點就是 你有沒有做過屌殺的事 或者我說的大規模的種族屌殺 是真的種族屌殺 可能新疆是有的 是不是嗎? 你一建立 初頭全部國民黨的叫做震犯 受了八九幾萬 那些又不叫屌殺了 那些叫做自然死亡還是非自然死亡 那些是敵人 那些不同的 如果是這樣說的 如果從這個角度出發 我覺得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場 中華民族的一個大屌殺 互相屌殺那些 所以呢 你就不應該去 就是你要屌都可以 反正這些大國之家會屌 你要屌都可以 你就好像 不可以好像習總那樣 承認你繼承了共產黨道統 你就應該像普京那樣 普京他不關他的事 斯坦林他不關他事 斯坦林是他的共產黨 我不叫共產黨 我要做我自己的徒夫 我要做俄羅斯徒夫 我不要做蘇聯徒夫 我要自己留在那屬於我自己的徒夫 就是呢 講回屌黑人那件事 你不應該講回屠殺黑人 他真的沒有屠殺過黑人 歷史上也不是這樣教 他是奴役黑人 然後他真的有屠殺人 是不是 屠殺人的那些人也不是他屠殺的 加拿大人也有屠殺 然後西班牙屠得更厲害 那些很濕碎 那些人死得最慘是你帶了病毒 病死了 那些屠殺就可能很少 對比病死的那些 那時候可能科技又不是這樣先 再沒有辦法開展大規模屠殺 一刀刀斬你 斬濕過你就手都斷了 就是這些是開玩笑的 但是anyway就是 我覺得他第一段說的那些東西 我就快速看 其實95%是無謂的話 其實你這樣說這些東西 因為你是對著全世界說的 你不是只是對著中國人民說的 中國人民可能都明白了 或者聽習慣了 這個就是另一種反對你的角度 他說無論中方還是美方 其實都是說給自己的國家人民聽的 不是說給對方聽的 就是說其實根本就沒有什麼好談的了 是啊 你看一下那些文章從門沒有引述 美國的講話你就知道了 你朋友圈裡聽過 我不知道美國講了什麼 到現在都不知道 不是 你要看他們講完出來之後的發表 我一開始我看鳳凰台 反正我看楊潔篪還是王毅在這裡說話的時候 我就特意 我就是專門注意到 它下面的麥克風全部都是中國的媒體 三個麥克風而已 鳳凰中央台CGTN 三四個麥克風應該有 但是美國都沒有中方的記者去參與的 所以其實大家出來之後 都只是對自己的媒體去發表講話的 而且我看到一條視頻 不過是個折損來的就是 美國方面是要求中國的記者走 中方就要求記者留下來 我們繼續講 你講的是第一天還是最後一天 即是今天 第一天 我也是講的第一天 出來講的是今天 但是我在兩邊開門會議的時候 就是美方要求中國的記者離開 但是 你講的就是剛剛開播16分鐘之後發生的事 是啊 他來龍是不是這樣的 他是說楊潔篪了16分鐘 然後美國人就很生氣 因為你破壞了規矩 他每個人只能吵兩分鐘 你吵那麼久 而且他不是啊 他吵了16分鐘 是他講完10分鐘之後 翻譯又要說出來的 可能說半個小時 所以美國人就說 理論上大家講完兩分鐘之後 就是要關門的 就要叫記者拜拜 美國人那時候就臨急應變 就說記者不要走著 讓我吵回去 不是 他就說 你老母說了這麼快 那我吵回去 然後中國一看 吵你老母 所以我之前 還沒開會之前 那時候就說 Cinney Morning Herald 就說 你老母看中國 吵你老母 大哥你幫我帶我們去談話 你不答應我 解除我們的封禁 美國人就什麼都不跟我們談 接著我就說 唉你相信我吧 如果結席過去就跟你對吵而已 但是你是不是過去 我想到是 這個